《兄弟年》是不想有世界声誉的电视剧,从2001年播出以来,受到无数人的折托。 这部电视剧,是根据著名的历史文学作家斯蒂芬·安布罗斯,1992年出版的《童年唱销书改编》。 这部电视剧,确实有真实的兄弟连缘型,他们属于101空降石。 以下是兄弟里一些显为人知的真实故事。 一、罗纳德斯皮尔斯上位,参加了我们熟悉的抗美援朝,看过这本书和电视剧的人都知道,斯皮尔斯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还祭拜了德国的炮兵部队。 后来,他在比利时服役战斗期间得到提升,取代了一个无能的指挥官。 当带领部队遭到德国士兵的猛烈攻击时,他总是用指挥化几飞机,反击敌人。 二战结束后,斯皮尔斯停留在军中服役。 1951年,他参加了我们熟悉的抗美援朝战争,面对我强大的志愿军无计可施,一度被胖揍,跟随美军节节半退,没有任何可以说到的表现,这和他在兄弟连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。 二,中枪未死的布利特,到我们的宝岛,当军事顾问书中对布利特的描写,主要是在一次巡逻战斗中,布利特被敌人枪到命中。 在电视剧中,他居然几季般的苏醒过来,直到1948年才去世。 事实上,布利特确实是一名幸存的二战老兵。 战后,他在医院和康复中心住了很长时间,生育后又回到部队,驻扎在韩国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,六十年代初,他被怕到我们的宝岛,任军事顾问。 1967年12月17日,布利特去世,埋葬于阿灵多国家公墓。 三,赫弗伦,高冷英汉其实很随和电视剧中,赫弗伦这个角色,由苏格兰演员罗宾来人饰演,他因这个角色被受赞誉。 在剧中,赫弗伦看起来严肃且高冷,无论在战兵中,还是在生活里都是一副硬汉样子。 实际上,真实的赫弗伦并不是这个造型,他的亲人朋友都说,赫弗伦是一个特别随和,很关心他人的人。 四,战后心里阴影大,索贝尔上位自杀未遂索贝尔上位,由明星侍卫默扮演。 在电视剧中,关于索贝尔的大部分情节是真实的,但也有部分出入。 索贝尔一开始并不是军官,他是后来到一个训练营后才成为军官的,战争结束后,索贝尔回国安居,但严重的战争传烧,对他造成心理阴影。 1970年,他试图自杀但被碎,但双目从此失明。 之后,他被送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工厂,在那里度过余生,直到1987年,阴阳不良而患病死亡。 图101空降兵的成员,5,唐玛拉基中士,我们并没有像电视剧中那样,解救过任何集中营,我们为什么战斗,是第九级的题目。 等级的大部分情节,是集中营被解救后,德国一些平民被释放,美军士兵亲眼目睹了那翠子真面目。 这一集受到唐玛拉基中士的质疑,说他们从未解救过集中营。 那么便是,据为何设置这一情节? 这可能是为了表达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icago 店出现的像有美联合战 变国的散播券 路面缘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